学校念习第58题 某班有10个人 在一次数学测验中 平均分数是56分 标准差为4 若已知10个人当中 8个人成绩如下 是求其他养人的得分 好那首先 假设另养人的成绩为 X跟Y 那平均分数是56 56就等于 4位同学的成绩和除以10 再加上 已知8位的成绩 50 52 54 57 53 60 56 61 那这个式子稍微整理 就可以求得 X加Y等于117 好接着标准差是4 标准差也就是 将每一个成绩 减掉平均数 的平方相加 第一个成绩是X 减掉平均56 的平方 加第二个成绩 Y减掉56 的平方 加 50 移植 平方 加54 平方 加57 减56平方 加53 减56平方 加60 减56平方 加56 减56平方 加61 减56平方 那标准差会等于 4 的平方 将这个式子整理 得到 x减56 的平方 加 y减56 的平方 再加 50减56 是负6 负6平方 是正的36 加16 加4 54减56 是负2 负2平方是4 57减56 是正1 正1平方是1 再加53减56 负3 负3平方 正9 60减56 是4 4平方 16 加0 再加25 就等于4平方 是16 那等号左右 同时乘以10 左边乘以10 10分之1 乘以10 就等于1 4平方16 再乘以10 所以等于160 10 好 那这个式子 经过整理 得到 x减56 的平方 加y减56 的平方 就等于 将等号左边 全部移到等号右边 就等于53 好 接着将这个式子展开 x平方 减掉 2乘以x 乘以56 是 112x 再加 56的平方 是3136 加y平方 减掉 2乘以y乘以56 是112y 再加 56的平方 3136 等于 53 好 整理一下 x平方 加y平方 减掉 112x 跟112y 我们把负的112 提到外面去 所以框号 是x 加y 再来 3136 加 3136 那 相加 只有移到等号 另外一边 所以等于 负的 6219 好 接着 框号这里面 x加y 我们就用 117 带入 所以x平方 加y平方 减掉 112乘上 117 然后再一项到右边 所以我们直接写了 就等于 6 8 8 5 好 x加y 用117带入 然后接着 然后接着 x加y 等于17 那么 y就会等于 117 减x 将这个 带入这个式子 y用117 减x 带入 所以 x平方 加 y用117 减x 带入 的平方 要等于 6885 将这个式子 展开 会得到 2x平方 减117 x 再加 3042 要等于0 记得利用十字交乘 就得到 x-54 乘上x-63 就等于0 因此 x就等于54 或 63 当x等于54的时候呢 带进去 y就等于63 那当 x等于63 带入 y就等于54 因此 其他养人的得分 也就是54分 和 63分